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绍涵2001年签约福茂唱片 也是范围奇所在的公司 范围奇比他早两年近 但渐渐的张绍涵的人气越来越高 超过了范围奇 而张绍涵红后 两人便被捆绑上台演出唱《如果的事》一直到了2008年 2008年是张绍涵的灾难年 用众叛亲离形容不为过 3月张绍涵因为心脏问题暂停了演艺事业准备手术 结果张母先转走张绍涵的存款 后又联合张舅在媒体面前控诉张绍涵的不孝 竟然还说女儿吸毒 差一步成为天后 却摊下了一位事儿吗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张绍涵不得不出示医院的尿检报告自证清白 至此 演艺事业跌到了人生谷底 当年通稿姐妹情深漫天飞的范伟奇却保持了沉默 坊间传言 范伟奇此时还拿下了本属于张绍涵的相机代言 并且发大量通稿彩张捧己 张绍涵原来的助理吕伟奇也成了陈剑舟的助理 2010年 两人同台演出 当时的文案却是 两样的邀请蓝岸街道 清背增感 而视频中明明两人各唱各的没有一丝互动 这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尴尬 2011年5月 范伟奇结婚给张绍涵送喜品被拒收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指出 范伟奇曾在微博公开嘲讽张绍涵学历底 随后呢 范伟奇自己的高学历人社也被网友扒皮 重重大量 当年所谓的哈佛女孩 其实像是个成人教育学校 相当于大专院校 再看前不久 张绍涵和范伟奇同上一档综艺 虽然不曾同台 却被剪到了一起 居然真的能到一起啊 还以为这只是 如果的是 范伟奇在这档节目当中 打扮成大白的样子唱歌 对此张绍涵表示 我打死都不会尝试这种造型呢 何必呢 现在两人的恩怨随着网友粉丝的加入 让局面更加难看 到底未来会不会世纪大和解呢 还是又有新瓜来肯呢 我们下回分解 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TV